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 我们要介绍货币交换 currency swap 的架构种类跟范例 首先我们先谈谈交换契约它的架构跟种类 交换契约它是有别于远期契约 期货跟选择权之外的避险的金融商品 它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交易个体 他们同意在未来的某一个时段内交换金融商品 或者是现金流量的协议 由于每一个交易的个体 它基于它的产业 可能是进口或者是出口 或者是财务结构 比如说资金来源是固定利率 或者是浮动利率的贷款 等等这些不同 而有不同的避险的需求 所以金融市场上它就提供一个管道 给具有不同避险需求的经营者 或者是投资者来互取所需 达到交换的目的 那么利率交换指的是双方 他们交换固定利率跟浮动利率的现金 货币交换指的是双方交换不同国家的货币 权益交换叫做equity swap 指的是双方交换不同资产的报酬 或者是资息 不同资产的报酬有可能是股权 等等 换汇换利的契约 它又称为交叉货币的交换 英文叫做cross currency swap 指的是在交换的商品包含了货币跟利率同时来互相交换 接下来我们就详细的介绍利率交换 它的基本的起源跟架架 利率交换起源于交易双方的资金来源 它可能对于利率的风险 比如说浮动利率或者是固定利率 有不同的敏感性 或者是投资者对于未来的利率走势 他们有不同的预期 所以就彼此来协议 就本金的不同计息来互相交换 但是明目的本金它并不交换 这种利率的交换可以把它分成固定利率对浮动利率的交换 跟浮动利率对浮动利率的交换 在交换的方式当中 双方可以进行利率的直接交换 或者是经由金融的机构仲介来交换 同学到目前可能会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会有利率交换的需求呢 我们用资产负债管理的概念来说明 比如说A公司的资产 它大部分是固定收益的债券 所以说它的资金来源最好也是固定利率的现金 或者是存款 或者是资产才能够达到资产负债之间利率的相配合的原则 来降低风险 我们把它称为interest rate match 相对上B公司它的资产假如大部分都是用浮动利率的计价 这个时候它需要的资金最好也是浮动利率的资金来源 我们从这个图形可以看得出来 假如银行提供给A公司的这个借款 从A公司的这个资产负债表来看的话 那A公司它的资产大部分是固定收益的债券 最好它的资金来源或者是负债也是固定利率的资金 B公司它的资产假如大部分都是浮动利率的计价资产 那么它的负债或者是资金来源最好也是浮动利率的资金 但是假如银行提供给A公司是浮动利率的资金比较便宜 或者是比较低的一个利率 那提供给B公司是固定利率的贷款 它的利息相对上比较低的时候 这个时候AB两个公司它就有必要来各自跟它的银行 借比较低的利息成本的贷款 再来做利率交换的动作 以达到避险的需求或者是节省成本的目的 我们接下来用一个例子简单的来说明利率的交换 假如A公司的资产它大部分是固定利率的债券 除了它自有的资本之外 它资金需求应该大部分是来自于固定利率计息的借款 而B公司它的资产大部分是随着通货膨胀调整的浮动利率债券 所以说它的资金需求应该是大部分来自于浮动利率计息的借款 或者是资金来源 当AB公司分别向它的银行协调贷款的结果 可以获得的贷款的资金条件如下 我们看一下画面上 A公司它可以跟它的银行借到固定利率是9% 浮动利率是Libro再加上0.5% 这个Libro就是我们所说的伦敦同业银行的财款利率 那么B公司它可以跟它的银行借到8%的固定利率 可以借到浮动利率是Libro加上1% 这个时候我们就了解 A公司实际上它去借到的浮动利率比较便宜 那B公司去借到固定利率是比较便宜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来为A公司跟B公司安排一个利率的交换 也就是说A公司的借到的浮动利率比较低 来跟B公司借到的固定利率是比较低 来加换 那达到他们两个互相避险的一个目的 而且他们的成本相对上也会比较低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这个图形可以看得出来 A公司跟B公司相对都对他们的银行借到比较低的一个 这个资金的成本 A公司借到浮动 B公司借到固定 但是基于他们的需求 B公司想要一个浮动的 那A公司想要一个固定的 所以说他们两个来进行一个交换 就能够互取所需 从这个图形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利率加换对于他们两个都能够达到节省成本跟避险的一个目的 我们这一节先简单的介绍到这边 各位同学欢迎回来期货选择选第十四讲 交换契约 刚刚我们介绍了 AB两个公司 它有不同资金的需求 就是浮动利率跟固定利率之间 那B公司它想要浮动利率 因为资产持有的关系 相对的A公司它想要固定利率 但是分别是A公司它去借浮动的比较便宜 B公司它去借固定的比较便宜 那刚刚我们介绍的是直接交换 直接的利率交换 但是毕竟金融市场上 AB公司不一定彼此认识 所以说就有仲介机构的崛起 我们来看在有仲介的金融机构 安排之下利率的交换怎么样来进行 我们来看这张图表 在AB公司分别 A公司它去借浮动的比较便宜 但是它有固定利率的需求 那B公司它去借利率的比较便宜 只要8% 所以说仲介的机构在这边就有进场来安排的机会 所以仲介机构它安排B公司去借固定利率的 它也支付它固定利率 仲介机构它安排A公司来借浮动利率 Libro加上0.5 所以说仲介公司就支付给A公司这个浮动利率 但是我们刚刚所提到A想要固定 因为它的资产持有的关系 B想要浮动 因为可能一样资产跟投资的关系 所以说仲介机构它就安排这两个来进行交换 把B公司它去借到的这个固定利率 它来支付给 转给A公司 那未来A公司再支付固定利率的回来 同样的它仲介者把A公司借到了这个浮动 它借给B公司 那未来B公司再把浮动的还给仲介 所以说在这个转手之下 它仲介者就可以借给B公司 但是它从A公司收到8.5% 它B公司未来必须要支付浮动的 Libro加上0.75% 但是仲介者是支付Libro再加上0.5% 所以说这一个仲介者 在这个借入的一个利率交换的结果之下 我们可以看得到 A公司它最后是取得了固定的资金 是8.5% 它节省了0.5% 那B公司它取得浮动利率的资金 是Libro再加上0.75% Libro加上0.75% B公司它取得了Libro加上0.75% 它节省了0.25% 那仲介机构呢 它从A收到固定利率8.5% 它从A收到固定利率的8.5% 那支付给B 所以说8% 所以说它获利的这边是0.5% 同时它从B这边收到了Libro加上0.75% 那它支付给ALibro再加上0.5% 它获利的0.25% 所以说对于仲介机构来讲 它总共获利的0.75% 那像这种的仲介机构 借入的利率交换使得三方都得利 都节省了成本 互取所需 那所以说利率的交换 也逐渐的取代期货 或者是选择权的某一个部分 因为不一定要支付相对上那么高的一个成本 这就是交换之所以崛起的原因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介绍浮动利率跟浮动利率的交换 它指的是两家公司 它需求的资金都是浮动利率 但是因为所盯住的利率指标 不同的时候呢 可以来进行浮动利率跟浮动利率的交换 那常见的利率指标 有基本的放款利率 叫做prime rate 就是银行借钱给信用最好的客户的一个利率 或者是我们之前所提到过的 伦敦同业财款利率 那渐渐的也有德国的弗兰克福 Fibro跟新加坡的Cyborg等等 这个浮动利率对浮动利率的交换 基本的架构 我们往下看这张图 左边的A公司是德国的公司 它可以向德国的银行 借到比较便宜的浮动利率 Fibro 右边的B公司是英国公司 它可以向它的英国银行 借到比较便宜的Libro 但是呢 他们可能互相要到对方的国家投资 所以说 英国的这个B公司 就可以跟德国的A公司 来互取所需 在未来呢 把他们所借得的 这个Fibro跟Libro互相交换 那在未来的期间之内呢 就支付所交换本金的利息 这就是浮动利率 对浮动利率交换的架构 我们也举一个例子来看看 假如乙君 他资产当中 大部分是固定收益的债券 那他面临了 哪些风险 乙君又可以借由哪一些金融 延伸性金融商品来做避险 怎么操作呢 首先 乙君呢 他面临了利率的风险 因为当利率下跌的时候 他的债券的资产 可能会缩水 所以呢 他的资金来源或者是负债 应该 大部分是固定利率 以符合 资产负债配合的原则 所以 他可以来买入利率的卖权 在预期大跌的时候 或者是预期盘跌的时候呢 可以卖出利率的买权 甚至用我们 这一节所介绍的利率交换 来预防利率下跌 接下来 我们就介绍什么是货币的交换 Currency Swap 刚刚所介绍的利率交换 它是明目本金 是同一个国家的货币 那货币交换又是什么呢 指的是明目本金 它是不同国家的货币的时候 在未来 所应该支付的利息 就用借进来的货币来寄息 到期末的时候呢 再把期出交换的货币换回 在期间的利息支付呢 可以是固定利率 对固定利率的交换 或者是固定利率 对浮动利率的交换 或者是浮动利率 对浮动利率的交换 当至少有一方 是浮动利率的时候呢 这种货币交换 我们就把它称为 交叉的货币交换 叫做cross currency swap 我们往下简单的介绍 基本的货币交换 用不同的货币来交换 但是同样是固定利率 来做利子 假设A公司 它是美国的公司 B公司是台湾的公司 在美国A公司 它享有比较高的债性 相对上在台湾B公司 它会有比较高的债性 所以说AB公司 它分别可以向 他们的金融市场 申请的贷款的条件 如以下所示 对A公司 美国公司来讲的话 它可以借到美元 比较便宜6% 它假如来借台币是7% 对B公司 台湾公司来讲 它去借美元比较贵8% 去借台币5%比较便宜 所以说 当A公司 想要到台湾投资的时候 它需要台币的资金 那B公司 它想要进军美国 它需要美金 传统的做法 它是A公司 它取得比较低成本的美金 在经由外汇的金融体系 转换成台币 同样的B公司 它也会取得 相对上比较低的成本的台币 再换取美金 这样子 跟约定还息的期间 在期间 在期间 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继续货币交换的实力 各位同学 欢迎回来 期货选择权第14讲 交换契约 刚刚我们介绍了货币交换基本的架构 现在我们用一个实际的例子来介绍 怎么样来进行货币交换 从刚刚的例子来讲 假如A公司到台湾投资 就是美国公司 它需要1000万的台币 它就跟B公司 台湾公司来协议 其初用30万美金来交换 我们假设 一块美金 这个时候可以换33.3块的台币 每年支付利息一次 那五年之间 换回 五年之后换回货币的本金 这个契约的交易架构 就如我们下一张图所看到的 这个箭头是指支付的方向 就是其初它就交换本金 比如说A公司 它从资本市场 美国A资本市场拿到30万美金 跟交给B公司 那B公司就拿1000万的台币 交给A公司 两个做交换 那在其中 A B公司就分别的来支付 所约定的利息 所以说B公司就支付 1.8万的美金 给A公司 那A公司就交支付50万的台币 给B公司 到了期末 再把本金换回来 就是互相把当时所借的 原始的原始的本金 交还给对方 这个就是货币交换 那货币交换的结果呢 对于A公司来讲 它把原来的6%的美元 贷款转换成5%的台币贷款 那比起直接借台币的贷款7% 还要节省了1% 那B公司呢 把原来5%的台币贷款 换成6%的美元贷款 也比起直接去借美元的贷款 节省了2% 这个就是货币交换 基本的架构 还有一种叫做交叉的货币交换 Cross Currency Swap 它指的是除了货币的交换之外 还包含了至少有一组是 浮动的利率 又称为换汇换利的契约 比如说刚刚所提到的例子当中 台湾的B公司 它想要到美国投资 因为它所投资的标的 是跟利率同向变动的商品 比如说浮动利率的债券 或者是利率的指数期货等等 所以它除了交换货币的本金之外 它也牵涉到固定利率跟浮动利率的交换 这个就是所谓的交叉货币的交换 刚刚这个A公司在美国可以借得的浮动利率 是Libro加上1% 这个时候AB公司的交叉货币交换契约 这个交易架架就如下一张图所表现出来 就是AB公司一样的 他们刚刚起初有支付交换这个本金 那在这期间之内 B公司就支付给A公司一个浮动利率的利息 那A公司就把固定利率的这个50万台币的利息 支付给B公司 这个就是交叉货币交换的一个架构 我们今天介绍了利率交换跟货币交换 对于不同匹别的资金来源跟固定利率 或者是浮动利率之间 在不同的公司之间 它有不同的投资组合或者是资金需求之下 可以应用利率交换或者是货币交换 来达成他们避险或者是节省成本的目的 这也使得交换契约逐渐的取代 原来传统的期货跟选择权等等 这些衍生性商品 我们简单介绍到这边 最后下一次我们继续会介绍 货币的起源跟影响货币的因素 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